欢迎收看最佛心幽默的财经节目 理财达人秀 我是李兆华 今天新的数字出炉 19453 台股每一天电高一些些 每一天电高一些些 不断的创高 尤其昨天晚上好多人敲我说 台积电ADR又抓狂了 一度大涨5个百分点 可是今天的台积电 好像没有办法复制 昨天晚上ADR的行情 甚至有点杀尾盘 我们看到台积电的第一大客户 是苹果 苹果最近的股价也不好 难道灰达的进铸 就能挽救苹果的颓势吗 到底该怎么接下来 看未来的行情 话不多说 今天先交给三位来宾了 第一位是我们的国泰正旗 蔡明翰明翰经理 好明翰经理 言由在尔 他告诉我们 真正的资金行情还没有来 外资还没有回补台币也没有真正走强 那不得了了 如果外资真的开始回补台股 那两万点是不是不够看了呢 所以今天明翰经理会就资金的动向 来帮大家做解读 以及最近台积电因为熊本厂 这边说要盖二厂 全世界陆续盖 到底这样的利多 能够支持股价走到哪里 还是一样哦 我们来看一下台积电的整体供应链 事实上里面有很多 还是位阶相对合理 而且二月营收在开奖咯 开奖出来也会表现很不错的股票 让您选哦 好第二位是我们的报价天王幸福哥 幸福哥今天也是着眼在AI的扩散效应 因为我们昨天就提到了现在我们要看高做低抓大看小哦 所以幸福哥告诉大家其实AI不是党党都串高哦 也有一些族群叫做回后很值得买上涨 也有基本面做支撑哦 另外不要忘记了公共工程概念股 在手订单满这件事情哦 有时候比未来的题材更吸引人哦 上次幸福哥已经帮我们再找下一档黄昌 今天继续再找下一档黄昌 到底今天会告诉您谁是隐藏的黑马股呢 好第三位是我们的总务股长阿格力 阿格力的股票最近开始发威咯 因为财报陆续开奖 高值利率不啰嗦一根涨停板 昨天节目提到的圆山不但有散热题材也是高值利率 阿格力之前讲的三羊 也是隐藏版的黑马 那到底有关阿格力这些格股会飙到哪 有没有ETF可以一网打进格股呢 今天阿格力也会独家来告诉你哦 好首先有请明翰经理 台积电真的是涨到天际哦 今天已经到738 可是收盘是730 好像就比较没有昨天晚上ADR大涨的那个气势了 好那大家就会看一下说 台积电的第一大客户是苹果 可是苹果最近就比较没有他的好消息了 车子也不做了 折叠机也延缓了 好像他比较没有题材 那到底我们怎么去看台积电 这波要供到哪 因为他牵涉到外资要不要进来 对 明翰经理之前讲外资还没来 那外资如果来的呢 如果来应该会有另外一波浪潮 我觉得没有太大问题了 那我们先讲到这个整体架构 就刚刚提到苹果的一个部分 确实当然有点担心 尤其他这是最大客户 占比大概接近两成五左右 那这个大家讲到 就是iPhone销售是呈现比较低迷 那加上AI确实 他真的是这个大功能 真的是很落后的 那比较好的现象就是电动车 他中止研发 看起来是利空 可是他是讲到说 他把这些人员调动到这个AI部门 所以未来AI进展应该就会加速 那其他的部分呢 我个人觉得其他利空真的影响并不大 最重要我还是觉得iPhone 因为他并没有太多的亮点 所以导致销售状况是呈现比较持稳 但是台积电的一个状况来讲 股价表现就非常强 那重点还是因为 他的这个业绩面 应该现在都是整个 整个产能利用率都蛮载的 所以他要持续的大幅的扩展 无论是扩厂尤其先进制成的一个部分 还在持续往上走 所以市场在关注的部分 包含台湾的这个高雄的部分 那刚刚这个环平的通过情况下 2025年可以量产 市场也在等待 是不是加益的一个部分来讲 也有机会 一奈米的一个部分还在规划 那除了台湾之外 日本的部分也在抢台积电 简单来讲 就是目前台积电的状况 是全世界不只抢两个 抢希望他的产能 希望他能够给他最先进的晶片 另外一个是 大家希望他到那边去设厂 那希望说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 所以看起来台积电的部分来讲 并没有太大的疑虑 回到刚刚提到的重点 要给大家看一些数字 再讲苹果到底对他的影响 有多严重 这个是台积电 去年第四季的产品线的 这个分布图 他重点是在高速运算 跟智慧型手机 这两个区块都各占四成 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区块 要先有个概念 刚刚提到苹果是他最大客户 他主要占比就是都在这边 那高速运算占比 他这边就是很多的客户了 就Meta NVIDIA Google 这些全部有云端的都在这边 所以他这边是很多的客户 会导致看起来比重 好像不是那么高 但是这个台积电之前 前几年一直都在讲 这几年他最大的成长力道 其实是来自于高速运算 智慧型手机本来就呈现趋缓 比较好的现象 刚刚提到大家担心 我要先跟大家讲 苹果不是摔退 苹果只是增长动人 没有其他墙 所以大家不爱 这是外资呢 对于这整个 现在台积电的客户 对他的影响性 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关键点 看到这是一个所谓零走 在下方的就是客户衰退 在上方是成长 2023年台积电不好 就是很多客户是衰退的 今年2024年所有的外资 都把所有的客户都放在上方 就是说他所有大客户都是增长 没有太大的问题 可是你会发现有几个比较重要的重点 第一个是浅的这个橘色 这块就这个就是NVIDIA 他前几年都没有NVIDIA 比重非常小 一直到去年突然窜出来 今年大幅成长 这个状况没有太大改变 还有谁比较重要 深橘色 就是深橘色就是这个联巴科的部分 去年衰退 今年转正增长 另外就是AMD 也是去年衰退 今年成长 还有高通 简单来讲就是高通 联巴科 AMD NVIDIA 四大客户 今年都是用去年表现不好 突然转为大幅成长状况 去抵消苹果 微幅增长的态势 所以整个架构 公司才会提到 就是说他今年有两成的成长动能 可是我自己 外资是没有写 可是我从他这个数字 成长一倍 然后我去照他的营收比例下去 推敲 我个人觉得就是算出来 他今年能够成长两成 其实三分之二就来自于这一块 就是几乎都在AI身上 所以我要跟大家提到 不用担心 现在苹果好像成长动能相对比较弱 要告诉大家 台积电ADR每天大涨时间点伴随的 那天晚上一定是AI大涨 所以现在台积电涨的是AI 并不是涨手机 所以我个人觉得这块并不会有太大疑虑 目前AI需求非常强劲 倒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那只是说这是台积电的股价 这是今年以来 从这边隔开的走势非常强劲 那有些人会担心短线真的涨的幅度是有点大 我老实讲 乖离确实有稍微比较高 但是我要长线的趋势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只是突然大家感觉好像台积电醒过来的感觉 因为之前说AI一定都回到台积电 但是因为它整个全值很大 就先涨别人了 对 去年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市场在担心经济面 所以全值股指数相对来讲受到压抑 所以非全值股反而表现比较强势 我们只是要跟大家一个概念的对比 就是说去年广达大家就是想到这个AI的一格 相对来讲非常强 其实就目前的股价本益比跟台积电真的非常接近 那就今年我们去年的今年的EPS的角度 其实今年的成长的EPS成长 大致上也都接近两成 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 老实讲广达这个表现不会比台积电差 可是你可以看到今年以来的股价表现 有很大的落差 那我只能说 如果你单看今年可能会觉得不太公平 可是如果你两年看 去年台积电整个股价涨幅是三成 可是去年它是两百个percent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去年已经涨过了 而且要跟大家讲说这两档股票 他们的AI占比来讲也都在十个percent以下 大家其实没有太大落差 本益比也相近 那AI占比也差不多 EPS成长也差不多 但是去年涨多的相对来讲就会比较弱 台积电简单来讲我们就觉得 我一直觉得这是还给他公道 但是刚刚还有特别提到 公道要继续还下去的话 可能基本面我们都算得很清楚了 要靠资金面再来推 对那重点我们就回复之前跟大家提到 就是说重点他要讲完之后 大家可以知道降息的时间点 美元转弱台币转强 我们这个讲过很多次 外资就会转多 只是之前一直告诉大家 等的就是美元跌破月线 要告诉大家这次比较不一样 就这次来他真的跌破月线 所以我觉得应该这样讲 上礼拜资金确实有开始回笼了 只是讲到这块 我们刚刚提到 如果资金再度回笼 外资买多 所以照理讲半导体租群会强势 可是今天在法售会前 M31就赛先打入跌停 但M31在IP股最近来说 已经算非常强了 对他有几个问题 已经述到两千元了 对你可以看到今年以来的涨势 已经很惊人了 那当然我个人觉得这个法售 因为他是今天下午法售会 那在今天早上 我个人觉得还是有很多人 都已经稍微知道讯息 那结果出来真的是不如预期 好创意也是一样的问题 也是一样的问题 但是说法来讲 创意上次是客户的部分 那M31的部分是 这个费用的部分的 比较明显的增长 会压抑到这个获利 可是刚刚提到创意M31 但是世新的部分就是正向 所以不代表说不是这个产业出了什么问题 是每一家的这个状况有稍微不一样 所以要跟提醒大家说 IP族群未来就不像去年一样 就是鸡犬升天 大家一路往上冲 未来必须要有比较好的业绩 才能够持续往上走 但是看法不同不代表说 这个产业已经见到顶往下了 所以我觉得这一块来讲 倒是不用过度担心 但是只是要提醒投资人 因为毕竟今年涨多了 加上这个所谓利空钢传出来 短时间来讲 我觉得可能会维持一个比较弱势的原则 所以建议投资人可能先 场外观望 不要因为开始看到 这么强势的大涨 然后一开下跌 就要急着去抢进 我觉得短时间来讲 可能会有比较大的风险 那另外我们就要跟大家提到 资金会进来 而且在近期已经看到迹象 上礼拜美元已经跌破月线 所以代表资金要进来 我们前段也提到 如果资金进来 外资做多 指数往上走 照理讲半导体族群 就会相对比较强势 所以我们今天来讲 就帮先大家寻找外资 在农历年后 我个人觉得他有买超 可是他买超的有点心不甘情不愿 因为他如果真的买了心甘情愿 你就会看到台币大幅升值 那所以严格来讲 他都是每天我不想买 但是因为AI太强 所以我必须得买 那我觉得如果未来 如果美元一跌破支撑之后 他就会真的很乐意的持续买超 好处就是我会看到 比较长线的连续性的买超 那我们可以先去找一下 他在农历年以来 到底他买哪些 在他不情愿的时候 他就已经买的个股 所以以后如果心甘情愿 可能会再加吗 他只会买更多 而且我觉得理论上 他买超的标的 不太会有新的 就是这些标的持续买进 当然说我们看到台积电的部分 本来是最大 那只是我们前段讲过 把他买 后续就是照着 他的年后的买超金额 我们不是用张素 用金额的角度下去做对比 那只是比较特别 第一个部分来讲 我们希望能够 有比较好的表现 所以我们有帮大家筛选一下 今年EPS 都是一些正增长的个股 所以我觉得倒没有太大疑虑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股价的部分 要老实讲 因为毕竟指数创高了 而且外资也买的 这些个股通常也都有 比较强势的表现 那我们刚才提到 如果在这个礼拜 这些还刚刚提到的 Fed的问题 还没有开出炉之前 短线震荡 所以我觉得 我们就帮大家稍微做一点区分 所谓打叉叉的部分 要先跟大家讲 我不是不看好它 是因为短线真的涨势 有点大 股价乖离有点大 乖离太大 尤其大股票 外资买的股票 乖离太大 其实都有一定的风险 所以我跟他讲 我不是不看好 只是告诉大家 你可以把这些个股都纳入 稍微列自己把它 所谓列入自己的自选股 每天可以观察 那只是说 这些所谓的 目前我觉得可以介入的个股 拿几档给大家参考一下 宏捷科又一样的问题 就今天这走势的角度 很多投资人看到 可能会很害怕 觉得为什么会讲这种股票 对比来讲 它毕竟是位阶相对比较低的个股 所以我觉得没有太大的问题 需求来讲 其实从去年第四季 就已经开始回升 重点他有提到是因为中国的需求回升 那公司给的这个第一季的一个状况 也比法人预期要好 其实重点从这个营收的角度 二月营收出来是创二十八个月的新高 那我常常跟投资人讲 不要单看一月跟二月 你一定要把一二月加总一起看 因为有过年的问题 那你才有办法跟去年做对比 就他一二月加总 他是二十二年就是创历史新高 所以代表着之前真的是蛮惨烈的 PA族群是蛮惨烈的 目前来讲需求已经快速回升 所以我个人觉得只要有数字说话 我觉得短线技术面 即使出现黑黑棒都不用担心 后续当然又有个问题 就是他今天是爆量 黑黑棒稍微等他一下震荡整理 其实我觉得就可以介入 我觉得没有太大疑虑 那同心店的一个部分来讲 他这个所谓的业绩面 也是见到谷底 有开始出现比较明显的回温 那尤其是外资的部分来讲 有出现比较明显的买超 那应该说财报出炉 法人就提到 他在产线调整的情况下 去年第四季的财报 就已经优于市场预期了 而且应该说法人看好 他的状况是因为他觉得 今年的第一季是全年的谷底 那车用的这个所谓的相关的晶片 在第二季就有一个比较显著的回升 那一样问题就是位阶相对低 就目前这股价位阶 我觉得直接介入 觉得并没有太大的风险 同心店大家印象中 我之前还记得是200块以上的股票 不过CIS产业真的比较辛苦 所以他比别人是晚落底的 是所以刚刚提到第二季才有办法落底 只是刚刚提到外资应该说投信都喜欢买 就是第一季就谷底 那他好处在哪里 就不代表说他现在股价会很强 但是你现在买在这里相对安全 因为最差的状况已经见到了 那什么时候发动很难讲 但是你必须要在里面埋伏等待 应该说很快 因为现在产业大家喜欢买便宜的个股 所以我认为说这个个股应该很快 就会反映他的基本面 那南茂的部分要先概念 对应该说他是这个所谓的封测的相关族群 只是他特别他是包含驱动IC 包含记忆体这两个族群 那这两个族群呢 之前也是相对比较差的 但最近来讲 其实业绩面大家慢慢的说法 都已经明显的好转 你看群联 联勇 瑞鼎 所以我常常讲 就是说我跟他讲南茂的时候 就像你去看一下 刚刚赵华讲的那些个股 还有这个所谓的美国的这个美光走势 长什么样子 对比来讲 他们最后封测也是找他代工 所以他的股价长这样是不是 相对来讲不太合理 所以加上他也是确认说 业绩面后续是足迹成长的 那这也可以看到 这外资的部分来讲 都已经在做卡位的动作 所以像这种也是目前的角度 我觉得对比大涨的 这个IC相关组群 目前相对落后 所以目前来讲 都是可以进场卡位的相关个股 好 这边非常谢谢明显经理 好 广告回来的话 报价天网要上场了 讲两件事情 AI的题材看来今年不会淡 但是我们位阶上都要留意 涨到创新高了 一路往上天际的 我们先不要碰 看看它扩散去哪儿 很多都可以回后买上涨 还有公共工程概念 谁是隐藏版的黑麻 幸福哥帮你抓出来 幸福哥又陷入了 我们要找下一档叉叉的轮回 这就是之前讲的准 之后就有还不完的债要还 好 AI的话 你有发现有一些 已经慢慢的又走回月线上了 是已经修正过了 所以位阶上你觉得比较安全 对不对 那另外看来全民涨电价 已经成为定数了 所以现在有一些补涨的政策股 不见得是台面上这些创高的 你有发现很多也是订单满手 确实 来我们看一下今天帮大家准备的资料 那当然其实最近 不管是从美超围 包括像NVIDIA 最近都是这个大涨特涨 涨到大家都觉得说 哇什么股票可以这样涨吧 美超围一千块 对涨到一千块 之前想说第一次上一千就可能要休息 没想到最近因为可能会被纳入标普五百这个新闻 股价又再度的又上到一千块 那辉达呢 现在已经涨到变成全球市值第三大的公司了 过去一年以来也大涨了261% 这个真的涨幅都非常惊人 那当然也带动了台湾非常多的AI股 有的涨三倍五倍甚至十倍的都有 那最近呢 应该说昨天 这个林百里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也提到说 今年AI伺服器的出货非常棒 会很忙哦 然后呢辉达明年呢要推一个新的叫B200的一个晶片组 那这个耗能呢会高达一千瓦 所以呢整个所谓的设计上都会有更进一步的一个改善 然后甚至对于一些零组件的需求会更大 然后3月18号会有所谓的GTC大会 那辉达到时候呢会拿出什么新的产品出来 我想这个大家会非常关心 那也因为这个原因呢 最近呢台湾的一些AI概念股啦 除了说原本大家比较熟悉的不管像什么广达啦 伪装技嘉这些之外 甚至呢还有一些扩散效应 从散热 除了齐鸿双鸿 今天这个圆山也涨停 那台光店金像店今天也上来了 那机壳的部分有成名店 今天又涨停板 然后秦城呢今天盘中表现非常好 还有像续辉印材等等 所以都是今天算是在台股创新高的过程里面 有共襄盛举的一个族群 那另外呢还有所谓的工建经费 就是公共建设的经费 这个其实上礼拜已经有新闻出来了 今年呢会有接近7800亿 7800亿 那有一些公共工程的概念股 从之前我们来讲过像重店 有华城 中兴店 雅力 今天雅力盘中还一度点到涨停 那华城 中兴店今天表现不错 那另外还有一些公共工程的部分像黄昌 狂张 对最近算是波动非常的大 因为昨天差点跌停 今天马上就给你拉起来了 又手在涨停板 另外还有根基 中工这些表现也不错 那我们往下看 其实当然最近这些所谓的 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AI股 其实前一段时间都已经有先拉回了 不过呢因为最近这两天 这个辉达跟美超为真的太强了 所以他们今天又全部开始出现反弹 而且都上月线了 上月线了 这条是月线 是 是 然后连广达也是 之前都有拉回了 现在也上月线 是 秦晨也是之前都有拉回上月线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位置上 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一点 就是说在月线的一个震荡过程里面 有时候他可能不会马上 就从这个位置点再往上直接喷一段 为什么 因为上一波 如果大家印象深刻的话 前面尾创真的是横盘整理半年 最后才往上拉出 但是这个拉回 他整理的时间稍微比较不够 时间上还比较短 所以你说要马上复制这种 站上月线马上喷出我觉得比较难 最好的方式是在 可能这上下震荡的过程里面 你量说再去做低阶 是 这样子的话 你的成本会是比较漂亮一点 不然的话有时候 你可能短线一追高 有时候可能隔天或当天 盘中就给你杀个回马枪 这个是最近我们看到这些 所谓的比较高位阶的AI股 会容易出现的现象 我想这个操作上还是要提醒大家 注意这个小细节 好 月线下弯有没有关系呢 还是一定要走平上扬的 尽量找他均线是往上扬的会比较好 这是一个操作上的小秘诀 不过我们也是看能不能尽量找一些 比较股价不是说近期已经大涨过的 也是有AI题材的 那有机会看能不能接棒演出 比如说像散热里面有一档个股 叫泰塑 泰塑的话我们去从他之前 法术会的资料找出来说 其实他现在的AI比重 也是逐步的在升温 像这边你可以发现 有点粉红色的这边 就是他的这个AI伺服器 或者说伺服器相关的比重 过去来说的话 大概只有11% 13% 那已经这个是去年他法缩会 到2023年8月 就去年8月之下 他的伺服器的比重呢 已经上升到17% 那其实他原本主要的这个应用 应该是在所谓的NB 就是蓝色这一块 大概四成左右都是NB 那我们知道其实啊 去年NB从第三季开始复苏之后 到今年其实市场预估 也会有个位数的微幅成长 也是代表说这个NBPC的一个市场 已经开始回温 我想对于他整体的营收表现 也会是比较好的 所以未来来说的话呢 我们从股价来看的话 其实他之前大概就是在 这边横向慢慢慢慢墊高 他就是走一个进二退一的走势 那只要大概回到月季线 因为他现在月季线 大概差异没有很大 所以你可以发现 比如说他这里回到月季线 如果低档区 你觉得好像快破底了 没想到一进去买 他可以冲一小段 可是你看他过高去追 买在这里 他马上又给你杀一个回马枪 又回到月季线 比如说这里 又回到月季线这附近 你又继续买 没事后面给你创新高 可是你一看到说 过高了很开心 一去追 又下来了 所以他的股性真的比较算是 虽然说比较不干脆 但是实际上他也是时不时 就给你整理完之后 后面就创新高了 但是你就掌握一个大原则 既然他的股性是比较黏一点的 那你就是再拉回 比如说月季线这附近的时候 你再去做进场 当然就筹码来看的话 最近外资是 持股比例是有稳定增加 虽然没有每天买 但是持股比例是有增加的 那我们也持续观察 比如说像 400张的大户持股 100张的大户 100张的这个散户持股等等 观察这些 这个大户筹码的流向 那也可以去从里面找到 股价它在轮动的过程里面 资金进出的一个方向 等于大户比较耐洗 对不对 越洗越多 散户觉得烦了 反而越降越低 筹码的状况是好的 对对 所以其实这一档 就比较耐心去做 等它拉回 不然的话你一追高 很容易套牢 这是一个操作上 我们观察它的股线的结果 那另外呢 机壳 今天也很强 所以我们也是找一个 相对位阶 或进行涨幅 比较没那么大的 是这个303的尾讯 很久没听到 对很久没听到 其实它做的东西 比较多一点 它有做机壳之外 它也有做电源相关的 所以我们这边呢 有猜出它的营收比重 这边是电脑伺服器机壳 这个大概占28个percent 28个percent 然后呢 电源供应器大概是40% 40% 所以这两个加起来呢 大概接近七成 那以这个比例来看的话 其实它现在 也是积极地往所谓的 伺服器或AI伺服器 这边来去增加 它的营收比重 那你也可以发现呢 它的股价也是一样 算是比较温吞一点 并没有说出现 明显的那种 90度的往上急拉 那也是一样 你看它走到这个均线 纠结的时候呢 你只要进去买 后面就拉了一段 可是呢 你看它过前高这个位置 你看它出量的红黑棒 进去追 反而它要给你 杀个非常大的回马枪 还一度跌破月线 可是今天又马上拉起来了 那从目前整体的 一个外置来看的话 虽然没有天天买 不过呢 大概也是只要低 就有外资进来 把它慢慢拖起来 其实 从他们公司过去 往这个方向发展 现在要渐渐调高 伺服器或AI伺服器的 比重来看的话 其实公司也是在走 一个对的方向 而且现在真的就是 看高买低 是 散户投资人那些高的 散热的即可的 真的也买不下了 对 所以我们就找一些 就是位阶比较没有那么高的 来给观众朋友 看有没有接棒的机会 还有没有接棒机会 那另外当然就是 如果订单已经满手 这件事情是确定的 就更不用担心了 是没错 所以另外一个话 也是所谓的政策受惠股 其实最近也蛮夯蛮热的 那像我们这边是用 所谓的营造类股为主 就是接 对 接公共工程订单为主 不是自己盖房子来卖的 它是接公共工程案子 比较多的为主 那今天当然最飘悍的 还是黄昌 今天又涨停了 不过它最近在高档区震荡非常大 我们是建议大家 如果要追价的话 还是要留意风险 因为它 我们记得我们那时候来讲的时候 大概30块 到现在已经 应该涨得快五成了吧 涨得快五成了 所以在高档区 接近50块这里 我们是建议大家 如果你要操作的话 你一定手脚要快 最好可以盯盘 那另外我们这边是用 近三个月的平均成长 帮大家做排序 现在有工信 中工 新建 中顶 这些 都是接公共工程 案子为主 那我们也是尽量找 有赚钱的公司 这是去年 第三季跟第二季的财报 那今天其实除了 黄昌之外 其实像这个2516的新建 今天其实它也是涨停的 你可以发现 它的营收成长动力也不错 1月成长20% 最近三个月 平均起来成长23% 所以今天的这个 股价表现也不错 好 那我们今天 直接给大家看两档 一个是这个 公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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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也是从它 之前法说会上摘录下来的 它现在呢 在手的这个工程订单 其实接到了蛮多大案子 像这边有一个88.4亿左右 花东地区铁路双轨电计划 对这个其实 也是政府有一直在做改善的东西 还有呢 包括高雄捷运黄线工程案 这个金额更大了 有300多亿 所以呢 现在它手上的在手订单 已经突破了700亿元 700亿元的在手订单 所以其实接下来我想 它的这个营收动能 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所以这档个股呢 我们直接看一下它的K线 它其实之前去年大概第三季 第四季的时候 也曾经狠狠地掌握一波 曾经掌握一波 那后面呢 因为大盘开始有进入整理 而且资金又往AI方向来去做移动 所以它有稍微拉回一点 被遗忘了 对对就是比较长一段时间 大家比较没有关注到它 不过呢 它拉回休息的时候 走着走着 现在又回到了均线纠结 是 这边呢 5日10日20日跟60日移动平均线 现在几乎就纠结在13块附近 对 所以呢 我想等它正式的站稳 季线或月线之上的话呢 有没有机会再发动一波的攻势 这个我们可以 持续来留意跟观察它 因为毕竟它已经有点 走到这个整理的陌生了 那什么时候发动 我们就可以把它列为自选股 如果真的它开始动起来 你资料都收集好 你第一时间就可以马上切入 这是第一个 好 幸福哥 它的股价真的不高 13块钱而已 但是去年看到财报是有赚钱 有赚钱 只是赚不多 对 赚不多啦 对 还不到一块钱嘛 所以为什么股价会比较便宜 就是因为它虽然有赚钱 但是你说EPS有非常高吗 也没有 那但是因为它未来 其实整个订单的状况 都还不错的情况之下 我是觉得 基本面还是比较偏正向 去看待它 这是一个 好 那另外一档是比较适合 所谓的这个 可能类似像存股足 或是适合买的 你就会忘记这档股票 买了就忘记 它的波动真的是比较 没有那么大 这个就是另外一个 公共工程算是 非常领先的一个厂商 就是中顶 算是营造厂里面的 算是很厉害的一家公司 大厂哦 对 大厂 那我们直接也是从它去年 它9月 也有开了一个法作会 我们摘入它的资料 你看它去年9月 手上的在手订单 也是来到3537亿 而且这家公司 厉害就厉害在于说 它不是只接台湾的案子 它还会去接海外的案子 你看它到去年为止呢 台湾的部分 大概占73个percent 它还有接到中东的案子 东东南亚 还有中国大陆跟美国 所以其实这家公司 你可以看它的这个 技术实力就可以知道 为什么会是营造厂里面的 算是龙头厂商 其实它有接国外的一些生意 那比重上来讲的话 它是以这个链油石化是最高的 链油石化 另外还有高科技 电力等等都有 其实它做的范围就会比较多 没有像有些工程公司 它可能就专攻一个范围 那它是比较属于广泛性的 只要这个案子 它有办法做的话 它都会去接 那这个链油石化 其实它最大的客户 其实就是台湾的中油 台湾的中油 去年它从中油那边 也接到蛮多的案子 当然因为这两年 就是塑化的景气是比较不好 我们必须坦白说 不过中油它的一些设备 的一些太久换新等等 还是持续有在做 所以这个也提供 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做个参考 那至于技术面的形态来看的话 这个真的就是 比较适合买的 会忘记它的人 真的股性很黏 股性很黏 很多人就会觉得说 哇这怎么就几乎一条线 一条线就大概在42这边 几乎你每天看它 就是可能涨一毛跌两毛 涨一毛跌两毛 但是呢 好像这两天 股价开始有出现 比较明显的转强 而且量也有出来了 量也有出来 那其实这家公司 它获利是非常稳健的 所以比较适合 类似像纯股族 这样子的朋友 去关注这一档个股 等于工信它虽然赚不多 但股价位阶真的超级低 十多块钱 中顶本来就是基优股 它下面好多顶字背 对对对 坤鼎 还有很多未上市的鼎 所以它真的是一家大品牌 那现在股价也在均线纠结 看起来都很安全 对没错 非常谢谢我们的报家天王 幸福哥 我相信幸福哥 每天一定做非常多的功课 因为台股1700多档的股票 哇这个族群在涨的时候 就要一个一个扫 扫什么呢 去扫它的基本面状况 是不错的 而且刚刚看到吗 均线全部纠结 股票还没有往上大涨 可是明明就有未来题材 或是在手订单 这样帮大家筛出来 也是希望各位观众朋友 如果现在持股不高 又想进场的话 能够买得安心又安全 而且有基本面做保障 这边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喜欢AI的 喜欢公共工程的 都还有第一位阶的选择 好广告回来的话 大家有没有关注到 最近隔股真的开始动了 为什么 因为现在是年报跟股息的开讲日 一开讲就会动 像今天大城有往上跑 还有另外像我们的银行股 有没有 也是继续往上攻涨 停的也很多 要怎么样一网打进隔股 而且要相信这些股票可以填席呢 等一下阿格力亲自来告诉你 现在市面上就已经有 绞出非常棒成绩的高息贴符 让你选喔 其中有人的选股逻辑 就跟总务股长阿格力 几乎是一样的 怎么那么厉害喔 所以我们不用买那么多档了 买一档ETF就够了 好 因为我们两个最经常 还在讨论嘛 谁要开讲 谁可能开讲有行情 对不对 这个是我们研究基本面 最快乐的一件事情 就每年大概在三月这个时候 因为随着年报公布 股利也会公布 那通常呢 大家在考试的时候 都是前一天才会念书 所以看到股利 那是你 看到股利公布的时候才会去买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最近很多股利催化剂 是 好 重点在有高息 也要高田息 是没错 这件事情当然是必要的嘛 要不然赔了这个价差 也是不划算 对 所以呢 其实在存股的部分 也不能只看值率率高 你还要看很多的面向 那今天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 我自己的逻辑 那我先跟大家来分享 最近市场上是否 真的在夯这个除全息的行情 真的是有 因为现在股息配发预计 是会有两兆 那这边的节目 帮大家整理了15档 大概值率率有5%的一个清单 那过去你可能想说 值率率5%哪有什么 值率率6%7%可能都更多 但是大家记得 现在已经快要2万点了 所以现在台股呢 现金值率率预估大概是3.16% 降了 对所以你只要超过这个数字 基本上就是高于平均 那公布之后会有什么结果呢 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赵豪的开头讲的 6275的这个圆山 这个昨天听说节目有讲是不是 小明同学说散热的低位阶 结果 运气很好 他应该流年蛮顺的 马上公布配息3元 那股价就马上跳空上涨 不是 值率率5.89 今天就10%美元 所以这个也是 你要利用别人去 抢这个高股息行情的时候 顺便赚他一波价差 我自己也是蛮喜欢这样子的 所以刚刚赵豪讲的有道理 就是说 股息3元算一算 值率率也合 就追加去买 结果你多花了钱 比3元还多 但是他们是用股价来算 这样值率率还是有5% 我还是划算 所以我们要利用这样去赚钱 再来一个例子 你看远东宇 股利 现金加股票总共配1.012 今天直接 我想说线在哪里 线在这里 现在你飞上去 涨停4万张 再来金城银 殖利率也是预7% 所以最近股利公布后 也上涨了16% 所以从这些例子 我们可以看到 最近如果你手上 没有这个半导体股的 没有台积电的 不用担心 另外一波行情 叫高股息 只是你没有去注意到而已 而且金融股 真的不要看不起他 从元大旗开始 金城银 对不对 远东银 全部喷 我等一下也会预估两党 可能殖利率有到6% 5%这样子的金融股 好那我给大家一个 选股的条件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 必备条件 列出5点 人家说过5关 就是这5关 第一就是说 营收 有没有在持续创高 例如说 2023营收 有没有高 因为2023的营收 如果有高 代表说 今年鼓励会不错 那鼓励不错呢 比去年的鼓励 还要更成长 那市场可能就会去追 所以你就鼓励 加差两头转 那另外 元月营收 你也可以观察一下 就代表说 今年的状况 我们不仅要今年领的多 明年也要 所以存股要看远一点 现在二月营收 也慢慢要开价了 所以这就是第二点 你选到这个营收好的公司之后 鼓励今年的成长 你就能马上享受到 那还有一点很重要 是第三点 就是过去 到底有没有高填息率 那现在很多软体 都非常进步 包含阿格丽自己的软体 可以搜寻一下 价值成长股 偷偷打个广告 还帮自己软体打广告 没有 就是免费的 大家可以查询 就比方说我的软体 过去十年 填息几率 那通常高填息几率的个股 虽然说过去不代表未来 但是有很高的程度 它未来还是会填息 因为它能一直填息 代表怎么样 公司基本面不错 那业绩应该有在持续成长 不然大家不会想去追 那种走下坡的公司 所以这高填息率就非常重要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讲 我的清单 就等这张 大家前面都不重要 你不要挡住 大家先要结束 这里按暂停这样子 好 那我帮大家准备了八档 就是说已公布的 跟潜在的鼓励 对 会不错的 那这个潜在鼓励不错 是说超过大盘平均 然后还有一个重点 这八档 有六档 我这个打信号 打信号什么意思 这个就是预估的 预估就是还没公布 还没公布 还没公布 当然是 猜猜看 也不错 比方说第一档 我们看三洋 老朋友三洋 对 这个真的是千呼万唤 大家都在看 因为去年的EPS 大概七块 那你以这个盈余发放率 我用过去十年盈余发放率来算 假设EPS是七块 那可能配发三点五七元 是 的这个鼓励 那潜在殖利率呢 以今天收盘价来看 也有四点六% 算相当不错 另外我觉得大成 我自己等他还是等很久 对 因为他去年的这个EPS 应该是蛮高的 那以近世纪的EPS来算 潜在的鼓励有四点三九元 那有机会 这个鼓励也是 这是预估的 对 鼓励也是相当不错 那其他就交给大家做参考 那另外过去十年的填须率 基本上也都有八成以上 算是相当不错 好 那接下来呢 阿克力来帮大家细旧 这个名单里面的几档 第一档就是 这个小老婆概念股 你真的负责他到底了 这一档 最近股价八十了 终于 所以我们在理财答案 就三四十块 讲到九十九 九十九叠下来 全部都算我的 这档是不是陪伴我们两三年有了 没有没有 一年多而已 但是股价 这样八十厘 基本上要套老 那大部分是自己最高的 好 那这个是小老婆 为什么说小老婆概念股呢 因为小老婆 就是男人的车 不管是汽车 然后还是机车 最好是车头灯越大越好 开车比较安全 我有深刻的体认 对那我们再来看 这是2020最新的这个机车的销量 因为山羊虽然他有汽车 毕竟还是以机车为主要营收的一家公司 二月的时候卖了两万台的机车 那光阳第二名是卖了一万台出头 所以这个市占率比起去年同期 去年光阳同期大概有27%的这个市占 可是现在只剩下23 所以现在山羊 其实在这个行业里面算是领先差异越来越明显 因此今年展望还是算相当不错 那前两个月的汽车销量 它也是比去年同期还要再好 所以今年前两个月的营收 加起来会相当不错 那因为它也整理很久了 股价大概整理大半年以上 最近我们看到有量开始进入 这跟吃几万张爆量 那股价也一度碰到80块 最近虽然有在回档 但是我觉得后续还有催化去存在 我觉得这个量 说不定就是在卡位 EPS要公布了 财报要出来了 不然干嘛去卡这个 就是又没有什么特别的消息 不过我个心得 最好殖利率有个5% 就容易赚到10% 对对对 有5%就有10% 4点多看起来就有点微妙 对对对 那我们继续再看下一档 下一档就是给大家一个翻译 就我们之前在 它已经公布了 对我们之前在节目上讲过的这个01 对 你看它公布之后股价也是一路上涨 涨到这个70几块 但是现在殖利率还是有5%以上 对 这种就是说我刚刚不是有讲吗 这个股价可能还没有反映完 那我觉得这种是属于还没有反映完 因为有5% 而且财报还在持续增加 像这种就是比较还可以持续纳入最终 因为01也是一公布隔天就涨停板 是是是 所以现在已经流行这件事了 对他给你5% 市场就给他10% 所以达人需要多看 我们之前01其实在今年 今年以来都在鼓励公告之前有讲 好那接下接着呢 帮大家来扫描一下高股息 我跟你讲 现在有点选择障碍 对对就党党都很香的感觉 都是什么高股息 对其实也说不出来到底是猜在哪里 对而且感觉上殖利率都很高 真的就叫做一般股息可能5% 但买他就有10% 对对对对 所以大家非常的疯狂 最近募集的这个高息ETF 听说也都卖爆了 都爆掉 那高股息ETF卖爆这件事呢 我觉得对既有的老高股息ETF 也有好处 是 因为他成分股已经买好了 对 你新募集的 我们台股就那些股票 他又去买帮他们的台教 所以你如果手上有这个 旧的高股息ETF 我觉得也是相当不错 享受台教行情就对了 那我们看一下 从这个大华优利高天息30 00918 到其他的比较资深的一些高股息ETF 其实最新的配息都公布了 都公布了吗 对那由于去年 他们的资本利的算是相当不错 所以目前累积下来的 这个资本利的收益金 其实也够去配方 你看像00918就配0.7 还要配0.7很多 那这个00919这也是很红的 配0.6 配0.6 0.915 配0.72 但是我们还是要以殖利率为依归 对 毕竟每一档的这个股价不一样 那如果我们看这个单季的殖利率的话 以过去这三季来说 最高的我们大家比一比 那00918不管是今年的第一季 或者是去年的四季跟第三季 其实他的殖利率都是在同类股里面最高的 因为他现在今天收盘价是22.6 但是却要配到0.7 就是很简单的除下去就知道了 对那我有帮大家算一下 其实如果你这几次加起来 这个殖利率就超过10% 就我刚刚讲的 而且他现在股价还是比去年还要再高 所以如果是去年就有持续投资人 其实你这一年下来你领的这个殖利率是超过10% 所以我觉得以现在来说 有时候存个股不如除刚五息的ETF 因为他们会这个成分股调整 那有一些资本利的 就有机会发出比较高的一个股息 那我觉得这个市价的报酬还是非常重要 今年刚开始 但是我们看一下去年 去年其实这个像00918 报酬率也相当不错 有46.5 那另外像00915的48% 也都相当不错 那这个是不含息的 那如果加上含息之后 其实高股息ETF 为什么最近会慢爆 这真的不是没有原因 我突然有个残忍的比较 隔股有没有长这么多 真的是没有 因为隔股没有AI 去年他们有AI 隔股好像都没有那么好 对对对 所以我说春高股息ETF 确实不错 完全的认同 好不好 那我们简单讲一下 像刚刚918为例好 因为它持绿率最好 所以我们拿出来讲 那当然选股逻辑流通性 这是不用讲 因为每档高股息ETF 基本上都需要 那我觉得第二关这个筛选 看财报其实蛮重要 会看最近四个季度 营业利益总合适为正的 那是代表什么 你的EPS如果是正的 那你有可能是卖土地的 这个就是说 你是靠营业利益 就是你本业为主 而且如果是景气循环股 它可能有某几季 不太好的情况下 它也会被排除掉 那进一步 按照这个殖利率 递减的排序 前33% 就是前三分之一 殖利率比较高 所以这样选出来 最终的殖利率会比较高 就是来自于说 这个殖利率筛选的原则 那另外就是之前 其实有跟大家分享过 它是台股唯一一档 以填息因子为诉求的ETF 那我刚刚讲 填息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他们会选出 最近至多15次的除息 那去照里面填息的记录 来做一个进一步的筛选 那最后选出来的个股呢 单一档也没有办法超过8% 来降低单一档成分股 对整个ETF的影响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目前有哪一些成分股呢 那为什么我有投 因为制作人跟我说 这些都是你在达兰秀提过的 这个成分股是由这个比重 由高到低 那我们可以看到第二名第三名 莲华今天很强 广达其实去年我就在达兰秀 那时候AI 我记得还有一点疑虑的时候 还在高殖利率的时候 你有讲的 我跟赵豪说广达我觉得之后还行 那中信金我们刚刚有提到 今年的殖利率理论上有5% 那中美金也开始复活 那中注KY这也是成分股之一 那特别提一下中注KY 好 对不对 因为很多人在敲网 怎么了 对那包含了这个 我们刚刚后面也会提到 成分股里面也有合论跟育龙 这个就跟去年的半导体一样 租赁三胸 就是你自己不敢买的时候 往往那个才是最好的时候 不敢买 交给人家帮你一篮子配进去 至少他买在位阶比较低的时候 对其实就是 你在怎么输有限了嘛 因为他们就是因 升息受害股 那升息循环也到了 所以我觉得买高股息ETF好处是这样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他们在去年 完成填息的比例 其实真的是还蛮高的 那另外如果有打勾了 就是说刚刚纳入的 好不好 好那我们看 其实蛮多刚刚纳入的 这边还有 对就是大家自己看 包含了我们刚刚讲的山羊 或者是说和润 东元等等 而且有你的头 对应刚刚纳入的 真的很多 对这蛮多 30党成分股 大概有10党 是我在答应就提过 所以就隔股的ETF 那天息纪律 我们可以看一下 其实基本上都在八九成以上 那帮大家补充一下 其实新纳入的成分股 很多这件事情 过去我们个人在存股 会觉得说 你不要在那边换来换去 但是我觉得高股息ETF 现在已经进入到 人家说第三代的高股息ETF 换来换去 反而是 你有比较高股利的来源 因为就是说 我真的把涨多的就卖掉了 那去买进台股 其他一些比较被低估的族群 像我刚刚讲的 比方说核润 还有这个育龙 还包含了刚刚的中株 这个都是 在目前产业比较低迷的 那未来呢 他们如果转好的时候 是不是又有这个资本利得 一个可能 而且也不见得在换股的时候 全部都要换嘛 大家也要知道 也可以留下来的嘛 那最近的一次换股 是16进16出 这样子到底好不好 我觉得我们直接来看答案 这是去年2023年4月 到目前的一个走势 从最低16块多到今天 今天又填息了 今天已经填息了 所以呢 最近三次的股息配发 全部都填息 全部都填息 而且平均37天就填了 所以不愧高填息之名 好不好 100%去填息 好 知道吗 那最新一季的配息要来了 3月预计配0.7元 出息日3月18 大家都喜欢在期末考前一天念书 那这个不是前一天 前三天好不好 因为遇到周末 所以3月15是最后买进日 就可以参与这个0.7元的配息 这个配息日真的要留意 因为它会提早几天 是最后买进日 3月18要除息 15号一定要买 不然就来不及了 好 所以这一档就是诉求 优利高填息 00918 非常谢谢阿格力的介绍 这档00918 名字也很好记 大华优利高填息 诉求的就是高填息 刚刚讲了 它的选股逻辑 其实跟阿格力很像 可是很多格股往往涨上去了 我们的观众朋友去疯狂追 容易短线套牢 这时候不如交给会选股的ETF 他们也会找到比较好的买点 那这边再次的强调一下了 他们3月18号0.7元的股息 要来进行除息 最后买进日是3月15号要记起来 那当然买基金或是ETF 都还是有赚有赔有风险的 申购钱一定要享誉公开说明书 今天非常谢谢三位来宾来到现场 台积电继续冲冲冲 到底AI会不会有扩散效应 事实上现在台股 还是比较健康的 因为有扩散效应 也有产业的轮动 今天一样非常多的选择提供给你 也希望今天的理财答案秀 对您投资有帮助哦 明天再会了 拜拜